平时买回来的绿豆别总是煮粥或煲汤了 今天给您分享一个新作画 很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吃过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250克的绿豆倒在大盆中 往里面加入多一些的清水 给绿豆淘洗两遍 把里面的灰尘洗干净 炎热的夏天可以给家人多吃一些绿豆 清凉解暑 洗净后再倒入一杯清水 没过绿豆 给它晃在一边浸泡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来看一下 绿豆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 这样在蒸的过程更容易熟 然后控水捞出来 晃入蒸锅里 均匀的铺开 像这样绿豆可以更好地收热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烧开以后 用中火蒸上25分钟 接下来在盆中倒入400克的面粉 打入一个鸡蛋 加一勺白糖 一包高火星耐高糖酵母粉 然后用20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现在温度高 用凉水和面 面团花得也很快 搅成絮状以后 再淋入半勺食用油 这样做好的面食 更柔软好吃 最后揉成这样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洗花至两倍大 现在绿豆也蒸好了 用手拿起来试一下 轻轻一捏就碎了 就说明熟透了 盛出来倒在大盆里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甜度可以依自己的口味增加或减少一些 搅拌至白糖完全融化 换一遍备用 约半个小时 面团也发好了 里面都是小气泡 换在面垫上 再多揉一会儿 拍拍里面的空气 然后擀成一张长黄形的面饼 厚度约0.3厘米就行 把正好的绿豆倒在上面 给它均匀的铺开 最后从下面给面片卷起来 收口朝下晃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段 拿一个面剂 把两头切口处都捏严实 再往中间收一收 团成一个圆形 再按扁 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摆到蒸锅里 二次醒花10分钟 熄好的生胚 比之前变大了很多 就可以开火蒸了 水开后计时 蒸上12分钟 关火后焖3分钟开盖 哇 闻起来好香啊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 绿豆这样做成面食 蓬松又渲软 吃起来香甜可口 和面包一样好吃 花面做的好消化 老人孩子都爱吃 家里有绿豆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解采了 这种做法 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